深夜十一点多 远处有人放起了烟火 只是谁也没有注意到 这旁边的农田深处 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第二天 林荫道上布满了警车 王孝勇 高洞 郭红恩都站在路旁 王孝勇脸色惨白 抽着烟 手指都会不经意惊微微颤抖 过了一些时间 陈法医从旁边的农田里面走出来 王孝勇着急问 怎么样 有发现什么吗 陈法医说 初步判断 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下半夜 具体还要实验鉴定 死者和前两次案子一样 都是被人用三棱枪刺扎中心脏而死 现场发现了脚印 木测和张相平案留下来的脚印属于同一个人 一名刑侦专家道 看来凶手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他的脚印了 他也不需要掩饰了 王孝勇狠狠狠地吸了口烟 其他还有吗 死者是被人先在人行道上制服 再拖进农田的 我猜测 凶手还是用了老套路 先用电击棍击昏 总共大约拖行了五十多米 在农田深处 又是半夜 所以我看 很难有目击者 就 就这些啊 没有其他线索啊 王孝勇声音发颤 我们物证科 能做到的就是这些 这条路上没有监控 恐怕 恐怕比上两次案子更缺少线索 王孝勇目光闪烁不定 挣扎好久 把视线投向高洞和郭红恩 高 高决 郭决 又一个承建局的副局长 这事你们看 郭红恩默不作声 高洞鸣鸣嘴 想了片刻 没办法 咱们几个 去省里接受调查吧 徐策一手 拿着一根长得像香蕉一样的塑料棒 一手拿着一根细钢筋 走入地下室 灵孝颓然坐在地上 两眼无神地看着电视 徐策走到铁笼面前 笑意盎然 哎 把手伸出来 灵孝缩了缩身子 你 你要干什么呀 徐策有些猥琐地笑笑 哼 我叫你 把手伸出来呀 灵孝害怕地看着他 更缩了身体 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不把手伸出来啊 徐策并不着急 转过身 拿出一支金属打火机 开火 随后 把细钢筋的一头 放在了火苗上 足足烧了有一分多钟 钢筋微微发红 徐策笑着 把钢筋伸到铁笼里 你不把手伸出来 我就伸进去了 灵孝连忙惊恐万分地大叫 我 我伸出来 我伸出来啊 徐策笑着收回钢筋 灵孝把手伸出来 徐策拿出绳子 把他的手 结结实实地 绑在了铁笼上 随后 如把炮制 把他另外一只手 也如此绑着 他拿出了十几把钥匙 把铁笼上的锁 逐一打开 你 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灵孝尖叫着 徐策没有理他 打开了铁笼 把他的脚给拉了出来 也绑到铁笼上 如此 灵孝就俯卧在地上 身体四肢 都被牢牢地绑在了铁笼四周 动弹不得 徐策随后 拿出了那个香蕉状的塑料棒 抹上了一些凡士灵 怪笑道 第一次啊 总是忍不住有些痛啊 忍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